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都知道每一个人出生的时候 有出生年、月、日、时 那日主对一个人非常重要 什么叫日主呢? 就是我们出生的那一天 所以人家说 出世的时候 出世很好 你出生那一天的日主很好 或者时辰很好 那日主代表你自己 年月日食 这在八字里面 其实年跟你有关系 跟你的祖父祖父母都有关系 月跟你的爸爸妈妈有关系 日主就代表你自己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 来我们来看一下 你到底是哪一天出生的 你又是什么样的命格呢 其实注定好的 来我们看一下 农历出生日 如果你是农历一日出生的 叫做辟硬格 这种就是得到长上的辟硬 爸爸妈妈祖父母的辟硬 你的家产很多 或者把你栽培的很好 这个就是父母亲有辟硬 长辈有辟硬 这个叫辟硬格 可能给你房地产 给你现金 给你黄金 有可能 这个叫辟硬格 如果是二日出生的人 他是战将格 他就必须 他就他会很努力 那战将格的人 比较适合去当君子 五官 这个都非常好 那如果做业务也不错 战将格 就是说你是一个 非常有power的人 来 第三日出生的人 是刚强格 那俗火 个性比较急躁一点 他就会很刚强 那很多事情 他就不太愿意服输 刚强的人是 什么事情都要争到赢 那赢没有关系 如果你的能力很好 增到赢那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那就是刚强格 如果是四日 农历四日出生的是纠纷格 你的行事作风要改变一下 你不要像墙头草两面倒 等一下跟A很好 等一下跟B很好 然后中间卡在中间 结果两边都得罪了 纠纷就一大堆 或者你在公司里面上班 家里面 等一下要讲这个A的坏话 讲B的话 讲老板的坏话 结果产生很多的纠纷 所以你要跟人家合作的话 你要特别小心 尽量不要 不要跟人家合作 但是还有一个特别状态 因为纠纷格会产生什么 财务损失 人格的损害 以及家庭的迫害 要特别注意 好 早发格 五日出生的人 他是属于比较稳健性的 他做事有方法 他就会比较属于那种 喜欢自己当老板 或者喜欢自己去做很多 他想做的事情 那这种命格早发 早发并不一定好 我要告诉各位 你知道很多人说 早发就不知道天高地厚 因为很年轻就发财了 这个早发格要特别小心 就是不知天高地厚 到了中年 破败都有可能的 因为我们每十年走一个大运 要特别处理了 好 早发要特别小心 就是不要有太多的野心 因为你年轻 很年轻的时候就发财了 所以就野心会越来越大 所以早发格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 好 六日的话呢 是艺术格 如果是农历六日出生 他对艺术特别有兴趣 比如说喜欢绘画啦 音乐啦 跳舞啦 艺术表演啦 甚至呢 他要做插画家 他做什么 书法大师啊 他就会对艺术方面 表演方面特别有兴趣 所以做艺术的人也蛮好的 将来呢 能够发扬光大的话 那就不得了 也一个名阳四海 好 七日出生的主观格 你要跟他沟通非常困难 他决定的事情 已经既定的事情 没有办法转还 没有余地的 你跟他讲什么 好像他根本当作没听到 所以呢 这种人 主观格太强了 很容易刚毙自用 刚毙自用的话呢 也容易失败哦 要特别注意哦 你觉得说我这样的做事方法很好 或者我决定的事情很好 结果就出了很多trouble 主观格要特别注意 常常就因为刚毙自用 而损害自己 好 明万格的人呢 八日出生的 这种人会比较喜欢出名 比如说他喜欢去演艺圈啦 或者政界啦 或者呢 像是现在有没有很多那种YouTuber 或者很多的那个网红 他就喜欢 有名气 但名望是什么 大家给你的这个 你德行够不够 出名的人不一定德行够哦 我们讲名望是你德行要够 比如说你的底是好 然后呢 你是从专业做出来的 出名的 这个都不错 这名望格的话 可能很多人就是会走政界发展 艺术界发展 甚至呢 是电视台发展 很多都是这种名望格 那再来的话 九日出生的是贵人格 贵人格的话很好哦 就是比较能够让很多的人帮助你 九日出生的他会比较低调一点 所以他贵人很愿意帮助他 就左右都有贵人 掌上有贵人 旁边也一大堆的贵人 所以一生都得到贵人的助力很大 所以这种也容易发财哦 贵人格 有贵人格的人就碰到困难都能够很快速的解决 好如果是十日出生的是财能格 什么要叫财能呢 所以你财能很好他对自己的财能一直守护一直守护 比如说他在文学创作方面 或者他在音乐方面 甚至呢他在科技方面研发上面 他就会非常努力 甚至他在机械方面 他都不管他做任何一个行业 他一定要把他的财能展示出来 例如说他要做一个文学创作家 他就文笔特别好 这叫财能格 所以他比如说他是要做修缮的工作 他的工艺特别好 你知道有很多人工艺特别好 对不对 变成工艺大师 或者他建筑 把设计做的特别好 财能非常好 来接下来 农历十一月出现官柜特 什么叫官柜格呢 很多人说我是不是可以做官 没有错 官柜格就是 你做官以后还有人提拔你 就像我们蔡英文总统 他当了一个陆委会之委 就一直变成行政院副院长 然后再来就选总统了 你看到没有 这个叫官柜格 但是他不一定是十一号出生的 我还跟大家讲 十一号的人很容易有 被一路提拔去当大官的人 十二日出生的辅佐格 你不要想去当大官 你就坐在那个立法院旁边 那个立委旁边 或者议长旁边 当个辅佐性的人才 如果在老板旁边的话呢 那就是属于特助 也不错啊 对秘书 秘书特助都是属于辅佐格 好不好 好 明万格刚才有讲十三日是明万格 刚才还有一个是明万格 我们刚才有一个八日也是明万格 跟八日出生的人很像 他很喜欢出名 那出名的人就是可以在他的职场生涯里面 一路被提 就是名气很好 而且受人家的敬重 名气受敬重就像蒋经国一样受到敬重 十四日出生的人有挫折格 所以你即便是发挥你的常财 很努力的赚到钱了 但是也会有很大的挫折 这个挫折要特别小心 就是容易的半途而废 或者是半途出现大问题 好 数日出生的人收获格 很容易就是有很好的收获 他会布局 很会布局 这种人就是他做布局做得很好 所以收获特别多 来十六日出生的桃花格 桃花特别强 人际关系特别好 所以他在男女关系上面会比较麻烦一点 可能就是婚姻上面 因为桃花格太强 结婚以后也桃花太多 这个要特别注意 好 十七日是强人格 他是属于那种 就是非要强出头的不行 在公司也好 在政界也好 在任何一个行业里面他都是强人 你看过也都强人对不对 我们可以从历史上面延伸出来 也看到过很多强人 这种强人格很厉害喔 他就是一定要站上风 一定要至高点都是属于他的 这个叫强人格 好我们来看一下 十八日的人是叛逆格 叛逆格的人会怎么样呢 就是他你跟他说什么 表面功夫跟你做好了 但是他实际上他内心他不一定会 服应于你 他都不会臣服于你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 叛逆格的人很难管教 从小就要特别注意他的人格发展 好 十九日出生的是掌权格 掌权不管男女都一样喔 他可能就年轻就开始想说 哎我要掌握大权 然后在家里呢 他有权柄 那他就会表现得非常好 好不管在任何方面 他就表现得非常好 那掌权人喔 就喜欢当老板 为什么 当老板才能掌权啊 是不是 在家他掌权的话呢 他就要表现得特别好 爸爸才会信任他 妈妈才会信任他 对不对 好所以家庭也好呢 或者呢在家庭里面 尤其是男人女人都一样喔 掌权人你要跟他 你还跟他争权的话 那就可能会遭受 他的打击 好二十字出生人比较孤独 享受孤独的人并不是不好 你知道在高位者 都是比较孤独的命格 所以孤独的人是这样子喔 他有时候呢 是人际关系上不好 但人际关系上不好 不一定能够成就喔 对不对 但人际关系太复杂 也不会成就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狗屁叨叨的人一大堆 你怎么会成就呢 你要叫你打麻将打麻将 叫你去吃完了去吃完了 叫你买枪你也买枪 叫你吸毒你也吸毒 但孤独格的人不会这样做 你知道吗 他就喜欢享受自己一个人的江湖 走来走去就一个人 你看到他想 奇怪他身旁怎么没有朋友 他喜欢享受孤独 这种人呢 他会有很好的才华 很好的才华 那些才华呢 可能不被看见的 等他到那个 你知道有很多艺术家 到他死的时候才发现说 哇 他的作品是这么令人 惊艳 你知道吗 这种孤独格的人 是属于这类型的 你看那个像 像那个意大利 法国很多人的创作名家 很多都是属于很孤独的格局 那油画画的特别好 这样知道 好 那领袖格的人呢 他喜欢 在学校里面出风头 在公司里面出风头 什么事都要出风头 他讲 连老板他都要管 领袖格 你知道他喜欢当领袖 绝对不能输给人家的 跟那个权利不一样 权利格的人他是这样子 他掌握权利 他比如说他这个 team 里面 他掌握这个权利 那领袖格就不一样 他是这样 哇一呼 千呼百怒 一呼百怒 他在学校的时候 就开始会这样子做 哎 喜欢 给人家吃东西 然后呢 大家都围着他当领袖 你知道 这个人也是有他的优点 不是没有优点 他有很强的优点 就是很适合在这个政界发展领袖格 好我们来看一下 22日出生的是徒劳格 徒劳格是怎么样呢 就是想的事情很多 常常是多头马车 今天早上决定的事情 下午又改变 晚上又改变 他的徒劳 徒劳无功嘛 是不是 所以呢 做了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情 他以前做的事情 常常就是到中途就没了 本来可以成就了 结果呢 他又转了一个弯 那个弯不应该转了 他就转了那个弯 或者他增加了一个什么不应该做的事情 结果呢 让前面呢 有可以获得的到中间就全部没有了 这个叫徒劳无功格 好不好 要特别注意喔 23日出生的是刚强格 刚强的性格不是不好 我比较建议他去做那个军情行业 现在女孩子也可以当军情喔 所以呢 其实如果刚强格人 他适合做军情行业喔 那就是比较有权威感的喔 好 24日出生的是福分格 这种喔 得到长辈的福分 家里的话 在家里呢 祖父母会给他好处 爸妈会给他好处 兄弟 兄弟也会给他好处 就全家都会给他好处 如果在公司里面的话 也是一样喔 老板特别宠爱他 就福分很强 这种人通常都是比较柔软的人 柔软 性格上比较柔软 柔软的人福分就很强 你知道那个刚强人比较不会 刚强人他喜欢当领袖啊 当头啊 他怎么可能会有福分呢 就是要自己去创造福分 不一样喔 这福分格是他不用自己创造 就会自动给他的 好25日出生的人 兼忍格 你知道有一种 就像金牛座一样 忍忍忍忍 什么都可以忍 忍到忍无可忍的时候 他是属于那种越挫越勇的人 你知道吗 所以25日出生的人 他是非常厉害的 坚忍不拔 碰到再大的困难逆境 他都可以度过 他都可以强度观山 好接下来26日虚荣格 这种就是没钱要装有钱 借钱去买贝斯 然后呢 打扮的这个好像土豪一样 然后呢 又喜欢吹嘘 虚荣格很喜欢吹嘘 明明就没钱 就偏偏说自己非常有钱 所以你碰到这种人 你要特别小心 那他你都没有看过他的豪宅 又没有看过他的什么 他但是他手上戴着 身上穿的看起来都是名牌 结果都是假名牌 就这样子你知道很多人喜欢这样子 所以这叫虚荣格 27日出生的人空虚格 喜欢可以入佛门 空虚格可以入佛门 他就什么都不太喜欢 什么名利地位啦 什么钱财他也不一定很喜欢 他可能喜欢比较 就是那种空灵的 然后呢心灵安定的 他喜欢这种 所以其实婚姻对他来讲 是一个不好的一个状况 通常结婚以后 他也可以抛妻妻子去出家 很多那种大师出家 就前面有结婚 后面呢孩子也不要了 老婆也不要了 然后就出家了 也有女人结婚以后 抛妻妻子去出家的也有 这种叫空虚格 他觉得不能够满足他心理所需 好28日这种人呢奋斗格 喜欢什么事情他都难不倒他 他会想办法呢 让自己出人头地 这不错啊 像这种命格的人 你都不用担心 如果父母亲在28日生这个小孩的话 他将来自于能够扬名利万 还可以可能依谨荣归 这种奋斗格的人 然后296人是务实格 他不会虚华 然后呢他讲究的是务实 比如说人家买三件衣服 他只要一件就够了 人家买五双鞋 他只要一双就够了 就非常务实 他是觉得说勤俭持家也很好 勤俭自负也很好 这种务务实实 扎根会扎得比较深的人 所以呢他在老的时候都非常 非常好命 好30日的人呢成就格 好农历如果是30日出生人 他将来非常有成就 他会为了自己的未来成就呢 许愿立下自弃这个不得了 你知道立下自弃 比如说我要当总统 他就立志去当总统 我要选立法委员 他就去想办法去选立法委员成就了 想办法让他自己在这个人生路途上 有功成名就 如果你的命格呢 是1月1 不是你是1日出生 一直或者是你3号出生 5号是不管哪一天出生 如果超过子时就要算隔天 你是26日的子时 出生你就要算27号 26号的半夜出生 那个是子时你就要算27号 如果是28号超过半夜的 那就要算29号的时间 这样大家知道了 因为超过子时 他就是算隔天的日子 不是当天的日子 比如说我今天有很多人是自然生产 有很多婆妇产 自然生产的人呢 他比如说子时出生 或剖妇产子时出生 都要算隔天的日子 这样大家知道了 好 那不要忘记了 看看自己到底什么样的命格 好 以上30天呢 我们这个农历只有30天没有31号 所以你可以检视一下 自己的命格到底属于哪一种 如果你是这样的命格人呢 而且你的孩子是这样 你要好好的跟他相处 才知道他将来呢 能往哪个方向去发展 按订阅开启小铃铛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勧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勿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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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浮发 勿订 转发 勿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